那再來就是說我們要把這邊改成什麼改成這個多個比如說景點好了 所以我們要先做一個home 那原來這個我把它改成本來的ID有沒有 這個 這整個有沒有這一整個 就在這裡 它的結構一定是page有沒有data rule一定是page 然後一個header我有一個header一個頭 然後呢有一個尾啦不過尾巴如果沒有的話等一下再加上去也可以 所以它的結構一定是什麼呢 一個data rule是page這一整個page 然後呢我上面有header有頭有沒有頭的尾巴頭的結束在這裡所以這個是決定他的頭頭的話就這個嘛 然後呢content就是內容部分 那最後的話一定是個什麼 一定的page的結束啦所以它的架構一定要知道你要有頭有尾 那少一個那個什麼呢少一個footer 有沒有尾就是 我們的尾巴 底下的部分 所以我們等一下他做個調整沒關係 那這裡的話我希望做一個主頁面 所以請各位把ID原來叫home把它改一下這個叫map1好了 第一個地圖好了 那後面的話就是在插入看你有幾個map 我們先做靜態的好了 那在上面呢在插入什麼插入這個 JQuery Mobile裡面的頁面 那頁面的話第一個頁面我們都叫home所以請各位先加入一個home的頁面 對然後 我們就根據書上的做法好了所以書上面的話是有 頁尾 然後 頁尾然後再加沒有頁手按確定 這個書上的範例是長這樣子 長 這樣子 給各位看一下 就是 一個清單對不對 然後加兩個netbar 這個是業尾 但是沒有 沒有業手 有沒有 這個有個content 所以如果要做出